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国台办的副主任他参加了一个会 等一下我讲什么会 在一个会议上面讲说 统一后 直接把统一后对台湾的安排讲出来 统一后台湾的财政收入 完全可以尽可以用于改善台湾的民生 当然就是这个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台湾的民生现在很差 所以要改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来改善 台湾民生现在非常非常需要被改善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意思 就是已经规划了统一后的安排了 就在统一后统一后要怎么去处置 那应该之前都没有详细的针对统一后 就老共这边没有详细针对统一后的细节具体做法 要怎么讲怎么讲 就至少在主流媒体或大媒体上面 没有去特别的去报道这一块 或甚至声音没有出来 但是这一次就真的是讲出来统一之后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作为 是什么作为 就是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以用于改善民生 台湾的民生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首先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新闻 然后我带大家review完这些新闻之后呢 开放call in 让大家来谈一谈 我们今天给大家call in谈一谈 你觉得不管你你是不是台湾人吗 但是我这个题目就是站在台湾的角度 就是从台湾的角度发想 因为国台办他也是对话的对象是台湾人吗 在台湾的角度来想 统一后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当然很多网友说 之前台湾的好处还是什么 但是我们的前提是这个嘛 今天的前提是这个 站在台湾的角度来想 统一后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等一下 我review完几则新闻以后 开放call in 来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 首先呢我先来大家读一下 看一下这几则新闻 我先把自己缩小 来 好 就是这个新闻 先看 国台办副主任他说 统一后台湾的收入 尽可以用于 完完全全可以用于改善民生 台湾的民生 好 这在哪里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第十届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研讨会 在湖北宜昌的这个会议 那这个会议呢 是什么为主题呢 新增层中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主题 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在影片致辞中表示呢 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以用于改善民生 就统一之后 那这个话呢 在微博上马上就引发热搜了 昨天就被丢了这个新闻 丢了转传了好多则 刘军川被问到 未来两岸统一后 台湾同胞要怎么样从中受益呢 就具体的讲了 广大的台湾同胞要看清楚 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既是大义 除了是大义之外 更是大力 什么样的大力呢 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将得到充分的增进 以大陆市场为广阔的腹地 发展空间更大 经济竞争力更强 产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定畅通 创新的活力在共同市场充分涌流 中华民族经济更加生机勃勃 其实我是同意刘金川这几个 几个讲法的 以大力的角度来看 的确如果统一 其实我个人的见解了 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 就是大陆 欧亚大陆这边 那台湾在 欧亚大陆出太平洋的这个 这个位置 我就不比了 反正大家都知道 台湾就是在欧亚大陆出太平洋的这个 这个东南瑜的这个岛上面 那站在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上 这个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 那台湾 台湾要怎么看呢 台湾可以成为 如果今天成为 抗中的第一线 那隔绝于 欧亚大陆之外的一个 海上孤岛 就是抗中第一线 那你的地理位置就是一个海上孤岛 你隔绝于欧亚大陆之外 那当你跟 当台湾跟欧亚大陆做一个连结之后呢 台湾也可以变成 欧亚大陆出太平洋的一个门户 我完全从地理的角度来 来来着想 那这这就是事实吗 台湾既可以成为隔绝 欧亚大陆 隔绝于欧亚大陆之外的一个 海上孤岛 也可以成为 跟欧亚大陆作为连结 以欧亚大陆为腹地 出太平洋的门户 那这就是地理位置 所以 以地理位置来看 我完全同意 刘军川这样讲 就是 以大陆市场为广阔的腹地 发展空间更大 经济力竞争力更强 这是事实 刘军川表示 这个同意后 不仅台湾的和平 安宁将充分保障 经济发展也将得到充分增进 民生福祉将充分提升 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以用于改善民生 台湾同胞在国际上 腰杆会更硬 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那 这就是 在微博上面引发这个热议 马上在微博上面登上热搜第一名 这个议题 就是刘军川很清楚的讲到了统一之后台湾的具体细节的安排的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统一之后台湾的财政收入尽可以用来改善于台湾民生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新闻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怎么看呢 来这个新闻啊 这边 国台办描绘统一后的台湾生活 陆委会说呢 民众早已经拒绝 陆委会怎么回应呢 来看啊 大陆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 讲的这个事情呢 陆委会怎么回应 陆委会说呢 2300万的台湾人民早已经拒绝了 并且对中方长期自处于谎言与妄想中的对台工作思维格局表示高度疑虑啊 陆委会发布的新闻稿怎么讲呢 指出北京当局没有认清楚国际县市以及两岸关系的现况啊 缺乏反思解决其内部治理困境 其蛮横设定一厢情愿描绘统一后台湾发展的路径 早已被台湾的2300万人民坚定的拒绝 中共自1980年代对台湾提出一国两制 具根本的这个矛盾性啊 主要的关键在于中共本身的社会制度的缺陷 提出这个论点只是在引诱我方啊 走向统一啊 那台湾的朝野以及主流民意长期以来均拒 就是拒绝这个主张一国两制这个主张啊 好但是呢 不好意思啊 国台办的这个他没有提到一国两制啊 他甚至都不是没有提到一国两制啊 好啦那这个就是陆委会的这个回应啊 陆委会的回应来 那我们来看Now News 他是用什么角度来讲的啊 国台办指出台湾财政收入可以用于改善民生啊 那这个就就中国民众不爽了就喊 诶凭什么台湾当人上人啊 请缴税啊 这个Now News 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看中国民众都不爽都要台湾缴税 你这个国台办讲这个吃人说梦 你们自己内部内部就搞不定啊 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 我们看最后就好了 前面是重复的啊 在中美接连报导这个刘军川的发言内容之后啊 许多中国民族民众纷纷在微博上面讨论 有人认为国台办现在就规划统一之后的事 言之上找 也有人开始着重在于说服问题啊 以香港为例啊 台湾收回来之后呢 包括香港和澳门也应该要缴税给国家了 不能再给特殊政策了 越给 什么越给特殊 越给特殊越来越输是不是 我不敢反正越给特殊越不好了之类的啊 这个也是微博特殊第一啊 那这个就是now news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就是说中国民众自己就不爽 你这个国台办这个对台政策 所以你自己内部就反对了 何况台湾台湾更不接受 你自己内部也搞不定啊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来 我们来看自由时报怎么看 好自由时报是怎么报这个新闻呢 中国国台办喊 还要加个中国国台办啊 统一后台湾财政收入 用于改善名声啊 网栓报相信你才怪啊 这就是自由时报报导这个新闻的角度 来国台办副主任刘军川致辞 称统一台湾后的台湾财政收入 尽可用于改善名称 此番谬论引发 引发议论 就网友大栓会相信的一定是猪脑啊 所以他就引用一些网友的酸言酸语啊 这方荒谬的言论引发 台湾网友热烈讨论 PTT的网友就表示 新疆的财政收入有用于名声吗 捅你吗 滚 可以啊 中共归顺我们台湾 OK 一半先进贪官口袋吧 会相信的一定是猪脑 OK 马云都被晋升出户了 还有什么 扩大韭菜种植面积 改善名声是只有五星级豪华集中营的部分吗 OK 这个就是自由时报报导的角度了 那当然每个报导他各自切入的点不一样了 相对的联合报 他的报导就比较持平了 他联合报首先就是讲国台办是怎么讲的 国台办的讲法 然后我们陆委会是怎么回应 我觉得联合报作为媒体是很称职的啊 那这个Now News呢 就从这个中国网友自己内部是怎么反对的这个角度去切入了啊 中国网友很勤缴税 所以你自己中国内部的人都搞不定还在呼隆我们台湾人啊 自由时报呢就比较更奇葩了 可以可以收集这么多PTT的那个网路言论 就变成一番报导啊 OK自由时报不错 好 那所以呢 这个国台办呢的这个讲法啊 那当然就就我们今天这个这一集的直播啊 直播我们就大家来谈一谈吧 根据国台办的这个讲法 那我们就讲 统一后啊 我们大家畅所欲言嘛 统一后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就大家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吧 那我抛砖引玉 我等一下开放call in 我希望call in的大家 不管你来自两岸三地的哪里 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华人 你们觉得统一后站在台湾的立场 因为国台办是对话对象是台湾嘛 我们站在台湾的立场讲 本期偏颇站在台湾立场讲 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我自己先抛砖引玉 我先讲 我个人认为啊 我其实是同意国台办这个副主任 刘军川副主任他的讲法的 有关我刚刚已经说了啊 台湾的这个地理位置 你可以是孤悬于欧亚大陆的一个海外孤岛 你也可以是欧亚大陆出太平洋的门户 你完全 完全完全取决于台湾怎么自处于自己的位置啊 所以基于这一点 我是同意刘军川说的 统一之后呢 台湾的产业经济会更充分的增进 然后以大陆市场 甚至不是不止大陆市场 甚至是整个欧亚大陆 因为一带一路 包括中欧班列 把整个欧亚大陆未来是串在一起的 所以台湾可以成为欧亚大陆 出太平洋的门户 那你当然发展空间更大 经济竞争力更强啊 那未来可能就是 整个欧亚大陆 台湾为门户 然后出太平洋 到美国欧美 这样 那当然就是 这个这个 刘副主任讲的 完全完全成立 好那好处的部分就是这样子了 那当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当然也听过很多网友讲 就是统一之后 那台湾的这个 至少台湾目前的税收嘛 就不用再发展这个什么军备 跟老美买那个 贵桑桑的那个武器 买那些 二代三代 就退役的那种武器 不是二代 这不是二代 二代好像是新的一代 是旧的一代的那种 二流三流啦 二流三流的那种 退役的那种武器啊 然后用很贵的价格买 然后花这么多钱去买武器 然后却砍了那个军公教的 那个退休金 然后很多弱势的群体的 那个弱势族群的补助的钱 东补西补也不够 台湾的健保又又又一支亏损 然后好像健保要破产 甚至有说什么劳保 不知道到到几年就要破产了 那当然内部的确民生方面 很多是有困难的 因为我们花 但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钱 去跟美国买那个很贵的武器 所以如果统一了之后 我听到很多对岸的网友也讲 统一之后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 那台湾这个钱 你就不用再买武器啦 这不就是好处吗 但是我我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身为台湾人 如果听到对岸的网友 跟我们讲这个是个好处的话 那我们会觉得那这个 至少是对岸的网友讲 就是从老共的这个角度讲 我们为什么会花这个钱 还不是因为你们 你们好意思讲 这个会变得是我们的好处 你们真的是 站在台湾人心里面会觉得啦 我这个心态我觉得 站在台湾人心里面会觉得 如果把这个当好处的话 比较没说服力啦 我是这样 我是替台湾人那样讲 但是呢 刘副主任讲的这个好处 我是完全同意的 就是以地理位置来说 的确 台湾的这个腹地发展空间会更广大 经济竞争力会更强 那未来也的确 就不用再花那么多军备预算了 那台湾的确经济发展会更好 那坏处是什么呢 好处的讲完 那坏处是什么呢 自由啊 我就先讲自由啊 民主啊 当然很多对岸的网友 可能会不以为然啦 但是我必须讲啦 我还是说 两岸在这一方面的那个价值观真的不一样 很多台 很多对岸的网友就不觉得台湾重视的这个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 这个自由 就讲自由好了 可以在网路上 我们可以在网路上骂 可以在批评可以怎么样啊 那那个大陆这边不行啊 那如果以自由的程度 我两边都待过 我当然知道啊 台湾的这个自由程度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啦 但是真的是比大陆高啦 那真的是在网路上的言论 就拿我自己来讲嘛 我至少没有被怎么样嘛 so far so good 对不对 彭云正彭批 他也很狠 但是他至少还 震惊现实批 震惊关不了 至少还在 那这个 这个自由的这个 如果 统一之后 那是否还能够维持这样子的 这个是对台湾来讲 他最大的担忧啦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身为台湾人 站在台湾人的立场 的担忧是这个 的确 这是最大的担忧 好啦 那所以 这就是我自己 自己先抛砖以为 讲 我个人的认为 统一之后 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那等一下我开放口影 那让各位网友 你们来论述一下 你们觉得 统一之后 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啊 OK 来 大家来 畅所预言一下 等一下开放 Discord call in 等一下开放 Discord call in 好 这个老朋友 接你一下 来 竹老板 竹老板 你开麦 竹老板 竹老板 你都上来 你没有开麦 你要开麦 跟耳机要打开 你耳机都没打开 难怪你听不到我声音 竹老板 你还好吗 喂 听得到吗 可以听得到 你开变身器吗 竹老板 我现在没开 你想让我开吗 你想开我开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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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 变身器开了 也开个心酸的 大家都知道 你本来是声音了 你要开就从头开到尾 你有的时候开 有的时候不开 你那变身器是开 开什么的 开心酸的 好了 来 竹老板 你好 安几岁 哪里人 30多岁了 这个北京人 好 30多岁 北京竹老板 来 竹兄 竹老板 竹兄 你好 好 来 你想 来 发表吧 你的意见 你觉得 统一之后 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坏处是什么 我觉得 咱俩顺着这个题目说 因为我其实对于今天他们的发言感觉还是有点疑惑的 因为我其实过去看品松 特别反感他们天天在那 什么我们光复大陆之后 什么怎么怎么怎么 看谁 就是有一些反贼的论坛吧 像什么品松乱八糟的 他们特别意淫 说 就是说 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台 台湾把大陆给收复了 应该如何 以后会如何如何 或者美国把中国政府推倒了 以后我们民主化了 我们应该如何如何 我觉得 就是我平常看他们那种言论 我觉得我考虑你们 你们天天 能不能怎么点有用的呀 吃喝拉撒 说玩什么东西不好吗 天天就是说 幻想这种事 然后咱们大陆这 你说前两天新闻 台湾的嘴都宣布说 在那有大陆驻军了 咱们今天就出了 美国驻军 在台湾 对 对 在有美国大兵了 台湾那 然后咱们咱们这 对于这个新闻 基本上没有任何公开讨论 今天又出的每个新闻 说我们收复台湾之后 如何如何 就感觉 咱们是不是应该先讨论 如何收复台湾 以及什么时候收复台湾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 大家是讨论最多的 然后官方却回避了这个问题 没有去进一步的 给出一个时间预期来 或者说一些什么计划安排 这些schedule都没有 然后他直接蹦过去 说我们以后 我们这个收复台湾 我们怎么运营 感觉大家又蹦了一步 干嘛呢 所以从我角度来看 有这种嫌疑 就是说是给自己 在之前说有大陆 有这个美国驻军这个事上 咱们有点就按我们话说 把这些丢份了 就是有点这个士气低下 所以他要通过这种东西 把士气比较拉上来 这种感觉 不过咱说实话 如果说真的说收复台湾了 还是有好处 因为现在比如说 至少大陆和台湾的 各自的宪政管理政权 就节省了一笔 给非洲什么那些小国 送钱的这部分的 额外的花费 这是一个好处 还有就是说大陆 至少台湾吧 你不用把自己天天 花这么多钱 武装的跟刺卫似的 那就是非但你说 也花钱何必呢 然后也有人说 大陆的军费能采一些 这我觉得都说不上 我觉得把台湾收复之后的军费 可能反而还会增长 因为真收复了 美国应该会对大陆 有更多警惕吧 大陆也开始 这个心思也就活络了 开始会不会考虑说 像东南亚 或者说像太平洋地区 进一步去辐射实力 考虑考虑渐渐海外军事基地 这些事 我觉得慢慢也要放上一城了 所以一个怎么说呢 我觉得从收入来讲 不会有明显的增加 正好平衡了 你说收入 然后不会明显增加 就是因为 因为当时我个人认为 应该那时候就不会一国两制了 应该就一国一制了 不会一国两制 咱们的预算应该就合并了 然后其实一增一减 正好就持平了 你是假设是武统 是不是 因为是这样 合同在我看来是一个 你可以这么说 我个人也是希望说 如果能不打仗最好 但是我不认为不打仗 就是合同 合同这个事太遥远了 太遥远了 我看不到一个 所以你的假定就变一国一制 然后所以两边就是 反正台湾也没有多什么 因为预算一加一减 这个意思 对啊 因为你想啊 你要真的是合同了 你以什么时间为周期 对吧 现在咱们都说 我什么这届老大任期接触之前 要武统什么的 这还都好几年之后了 你要合同的话 不得 我觉得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 七八十年 百八十年的 对吧 咱们没人瞎扯大了 没有关系 那你就讲嘛 那你就想胡统一国一制 那好处坏处 没关系 有问数嘛 我就跟人不说了嘛 我要真是武统之后的话 到时候至少说 台湾的军费开支 咱就不用给老美送钱了嘛 老花钱买一破烂 回来干嘛呀 自己人自己花钱 自己去造航母也好啊 造什么也好的话 对吧 这方面预算是能省的 然后 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 他说改善民生这个事 改善民生这个事 我认为这个东西 不是默认的吗 难道 收获了钱 咱应该访是吧 不改善民生 这部分钱能干嘛去 对吧 不改善民生能干嘛去 对 能干嘛去 你除了造军舰 造飞弹 那不是改善民生了吗 难道还能 单独有个预算议题 说我是搞外交去 什么这 你搞经济也好 搞教育也好 对吧 不都是搞基建也好 不都是搞民生吗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这次我听着 新闸就特别莫名其妙 就感觉说了一个废话 你知道吗 大家还特别正儿霸醒的 上热搜讨论去了 我看知乎今天热搜第一 现在热搜 所以我老觉得是晚尊 是晚尊 这次这个新闻 其实就是晚尊用的 什么用 晚尊就是给自己找面子 把这个面子上的事 给找不回来 OK 好 然后呢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吧 所以我就说了一些废话 这个新闻 好 那在你看来 这好处是 是什么 是什么 好处就是至少 台湾不用再花钱 买美国的垃圾了 对吧 然后 每年这个 也不用天天 买队飞弹堵那 把自己武装的 跟四位一样 这部分 钱就不用了 然后大陆至少 说东南军区 预算可能会减一些 对吧 然后可能 别的方面来讲 也许有 更多的经历 去看 跟印度那 什么互相 瞅一瞅 对个眼 什么的 不是啦 对台湾 对台湾的好处 就是省军费 对台湾是吧 省军费 对吧 然后至少 假如说 咱真的说台湾自己 赚的钱 自己花 大陆一分不拿 就跟香港似的 香港似的 香港自己赚的钱 你们自己花 我们从那不收税 不收税 然后那台湾也不收税 是吧 那台湾 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红利 对吧 因为现在 大陆这儿 所有省份都是要收税的 然后东部的 有高达地区 收得税 往西南落后地区 或者说经济落后地区 转移 对吧 至少台湾不用参与到 这个循环里边来 而台湾比身的人均收入 实际上应该是 和上海差不多持平的 对吧 其实是高收入地区 对 你们来说 对吧 又不用交税 又自己花 而且原来的那些 军费预算又没了 那大家可能 给你们的这个 什么医保 是吧 窟窿 没准可以填上一些 然后那个 是吧 然后教育 可能投入更多一些 要真那么弄的话 也说是好事吧 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样 这样弄是好事的 但是 这个 就是 该怎么讲呢 嗯 好了 你讲坏处好了 你讲坏处 坏处啊 坏处就是 坏处比较 比较精彩一点 你说吧 坏处我 我从大陆人角度来讲 从大陆角度来讲 香港就是前车之鉴 对吧 你所有的钱都给你了 然后你说 其实保持了相对的一些文化 什么相关的这种独立性 就导致他们的这种离心力非常大 然后搞的搞的就是 天天觉得大陆人好像怎么占这么便宜 然后大陆人欠台 欠那个香港人似的 就是所以这部分来说呢 还是应该作为一个重新的预算分配 包括说钱怎么花 如果说完全照搬香港模式 很可能就是 没有 朱老板你不懂我的意思 我今天我是从那个台湾的立场来着想 台湾是吧 对 站在台湾的立场的角度 因为你对话的对象是台湾 在台湾的立场的角度的好处坏处了 我觉得我要是台湾人的话 可能没什么坏处 我觉得 你绝对没什么坏处 当然了 就是说他们肯定如果说 按照那个正经的台湾人的说法 应该是说我们担心 大陆拿下钱又遏制我们言论自由 遏制我们的这个什么文化独立性 遏制我们的这个 会把我们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藤龙换鸟 然后把那个大陆移民过来一堆 之前破坏我们的居住居住稳定性 和这个居住环境对吧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是没法推顿的 推乱的 如果如果我是大陆的执政 执政党政府 我也会怎么干 我也会怎么干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是从大陆 从台湾人来讲 就是属于利空嘛 或者不太好的一些负面消息 好处就是可能可能钱会多一点 钱会多一点 好了就是还是钱的 对好处是钱 对了 但是主要是坏处了 坏处比较精彩 好了 好了那就谢谢你啊 主老板 谢谢你的论述啊 好好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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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